要说娱乐圈谁能把一手好牌打稀烂 陈浩铭肯定首当其冲 1969年出生在一个还算富足的家庭里 从小父母疼爱衣食无忧 并且十分聪颖 在学习成绩上面一向十分出众 在高考那年成功考入了香港岭南大学 这所大学现为香港八大公立大学之一 还在2015年被福布斯平为亚洲十大顶尖博亚大学之一 简单来说 就是相当于我们国内的985 211 毕业后陈浩铭进入了一家银行工作 在香港也端上了铁饭碗 有着稳定的工作和收入 可命运似乎格外关照他 一天他和往常一样下班不行 准备回家突然肩膀被人一拍 开口就是 喂 亮仔 我看你相貌清秀 有没有兴趣做明星啊 陈浩铭撇过头 心想这么老掉牙的话术 现在片子都没有新手端了吗 他冷言拒绝 抱歉 我现在有事情 你去找别人 随后并没有多加理会 加快了步伐继续走自己的 可那人却一直跟着他 不停地向陈浩铭证明着身份亮仔 考虑看看咯 我可不是骗人的 你看看 这是我的名片 哪怕嘴皮子都快要说烂掉 陈浩铭依旧保持着冷静 可是眼见着都要跟回家门口了 陈浩铭才只好同意加个联系方式 将人打发走 可年少的陈浩铭 在晚上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想起白天的事情 或许是夜晚作祟 他抱着一个适适的心态联系上了那边 就这样陈浩铭懵懵懂懂地踏进了娱乐圈 1994年25岁的他拍摄了一支维他奶的广告 并且凭借着这支广告 获得了十大电视广告最佳男主角 被TVB成功签约旗下不但进行培养 还主动给他出唱片完全自我手册 也顺利在娱乐圈有了一席之地 但是陈浩铭的演艺之路就好像开了挂一样 在第二年就接到了大制作天龙八部 在其中饰演温文尔雅 风流倜傥的段玉 出色的长相如雅浓厚的气质 仿佛金庸先生笔下的段玉从书中走了出来 这也是陈浩铭的第一部戏 在当时吃人不吐骨头的港圈 他却异常地顺风顺水 可以和老戏骨合作 各路资源皆到手软 而差不多时期的男星还在和资本讨价还价 还在埋头苦干 天龙八部播出之后不出所料的大火 在电视播放的黄金档 同时由34家电视台播放 天龙八部也成了当时内地的收视率的秘密武器 这部剧火了 而且一火就是几十年 从此以后段玉成了陈浩铭一生最亮眼的标志 在爆火之后 陈浩铭也趁热打铁地接下了当时 正在同TVB有矛盾的张卫健的角色 西游记二里孙悟空一角 西游记早在第一部就已经是一款爆火剧 第二部的热度自然更不用说 还是当时正热门的陈浩铭出演 他也的确不负众望 又一次塑造了一个经典的角色 陈浩铭也就此真正成了家喻户晓的男明星 对于才出道两年的他 突如其来的爆火 让他觉得十分的不真实 而好运并没有停下 天资聪颖的他虽然没有专业学过 但是演起戏来格外的顺畅 先后带来了风神榜 江南金华梦 活佛技工等多部爆款剧 因为出演的大都是古装剧 也被大众称为古装男神 陈浩铭以高超的演技出众的外表 收获了一众粉丝的欢迎和追捧 当陈浩铭在港鱼逐渐站稳了脚步 就开始藏不住他那颗蠢蠢欲动的心 在拍摄 风神榜的时候 已有女友的他 对香港小姐冠军的叶璇一见钟情 展开了疯狂的追求 哪怕当时叶璇也有意 但是他的确不想缠火别人的感情里面去 毕竟谁不想当第三者 他只好拒绝了陈浩铭 陈浩铭哪有那么容易放弃的 在画面两个人一起拍摄电视剧 《一网情深》时 又再次展开了热烈的追求 并向再三向叶璇郑重地表示 自己已经是单身状态 在陈浩铭甜言蜜语下 不久后两个人也走到了一起 直到媒体爆出 叶璇叶宿陈浩铭家 才算是在大众里过了名路 可是佳花哪有野花香追到手后 陈浩铭的新鲜感退去 还是会偶尔去夜店偷香 喝醉后丑胎百出 还被媒体给录下 成为当天的热点 叶璇看到新闻后期不打一处来 和当时一起拍戏的张卫健 传出了绯闻不仅如此 此时最有名的地产大亨叶茂青 也对叶璇展开了追求 这时候陈浩铭突然有了危机一时 马上痛哭流涕地写下了回国书 在公众面前保证自己 只是一时喝醉了酒 保证以后再也不去夜店 好巧不巧的陈浩铭当时 出了一场交通意外 受伤进了医院 叶璇一时心软 前去医院看望 两个人没多久久久情复燃 可是陈浩铭本性难移 眼见将大美人女友哄了回来 又偷摸着约上 狐朋狗友的一起去了夜店 这下叶璇忍无可忍 彻底和陈浩铭分手 陈浩铭这边晚不晚戏不知道 因为他很快结识了一起拍戏的蛇诗曼 为了追求蛇诗曼 充当着24项男友 每天按时接送蛇诗曼 还会送上各种小礼物 小惊喜甜言蜜语不要钱的说 虚寒问暖关怀备至 小女人的蛇诗曼 哪里玩得过酒精情场的陈浩铭 两个人也很快地在一起了 不过这一次的恋爱 在陈浩铭以往的感情里 也算得上是比较长的一段了 两个人在当时差一点走进婚姻里 恋爱期间 蛇诗曼曾送给陈浩铭 一辆120多万的豪车 并且经常探班陈浩铭 媒体猜测是蛇诗曼 担心陈浩铭花心本质 又想着偷吃 时间过得飞快 两个人感情也逐渐有了解稳定的趋势 在2003年 陈浩铭在香港花重金 向蛇诗曼进行了第一次求婚 场地都是陈浩铭亲手一点点不治起来 当时的陈浩铭像个刚谈恋爱的矛头小子 可惜蛇诗曼并没有答应他 虽然求婚没有成功 但是在陈浩铭绯闻依旧满天飞的时候 作为女友的蛇诗曼 在采访中竟然这样说 其实他不花心 是外界把他写成这个样子的 我也希望你们可以多观察他其他的方面 言语之间多次维护着他 陈浩铭为了自证清白 特地为蛇诗曼举办生日宴 在宴会上高调的亲吻 宣示 我爱你 我将我自己送给你 发誓以后再也不会碰其他女人 直到后面香港的影视行业实在是不够景气 优秀演员又众多 但是普遍薪酬低 新人冒头快 陈浩铭选择进军大陆 而蛇诗曼则留在了香港 两个人开始了长期的异地恋 但是在次年过年的时候 陈浩铭从大陆回到香港陪蛇诗曼回家 进行了第二次的求婚 蛇诗曼也终于含泪点头 甚至传出两个人即将订婚的消息 可惜最终陈浩铭还是没能够抵挡住外界的诱惑 又沉沦在外界的女色里 大众没等来两人的订婚 却等来了两人的正式分手 当蛇诗曼再次在媒体前提起陈浩铭的时候 也忍不住落泪并表示 实在难忍陈浩铭的花心 三番两次的传出绯闻 可能陈浩铭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的败落来得这样快 因为好色贪玩 再一次将自己陷入舆风波 2011年底 香港警方接到报警 一个年仅19岁的女星 陈嘉环称遭到X骚扰 她曾在私下的聚会里 有好几个男明星对她进行了猥亵 爆出的视频和照片来看 好几个猥琐的男人 对着陈嘉恒上下其手 陈浩铭就在其中 强吻 搂抱 习凶 而此时的陈浩铭 才刚刚和小16岁的娇妻结婚不久 甚至妻子蒋丽莎还怀着孕 观众早就对这个美品的陈浩铭 失去了最初的喜爱和宽容 一时间民众纷纷要求严惩陈浩铭等人 陈浩铭眼见事情越闹越大 只好让公司出面公关 事情并没有结束 群众根本就不相信陈浩铭 陈浩铭他一看这么多人抵制他 就打算召开记者发布会 他为了卖惨 拉上了自己搭着肚子的老婆蒋丽莎 一起出现在大众面前 他在发布会上向所有人道歉 对不起大家 非常对不起 我又一次犯错 辜负了喜欢我的粉丝朋友和观众朋友 我又一次喝多了 我 然后搭着肚子的蒋丽莎 也在一旁默默哭着 还要时不时照顾陈浩铭 不得不说陈浩铭 这种行为真的很没有品 利用怀孕的妻子卖反洗白自己 用醉酒当作理由的人更可恶 不过陈浩铭最终还是低估了大众 他的事业就此走向了下坡路 名声更是一落千丈 蒋丽莎在年底剖妇产 生下了一个可爱漂亮的女儿 可是噩梦也就此来临 从2011到2016的五年时间里 蒋丽莎为了挽留住陈浩铭的心 沿着剖妇产四次生下了三女一男 很多人吐槽 陈浩铭这是将蒋丽莎 他当作一个没有感情的生育机器 当被采访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陈浩铭却这样回答 我比他大了那么多 是想在以后的时间里 能够有孩子陪着他 而且他之前是运动员身体很好 不会有什么事情 这样不负责的话 也是让大家唏嘘不已 而陈浩铭再也回不到当初的地位 为了养家糊口 出现在各种小地方的活动现场 拍摄一堆烂片和网剧 甚至在荧幕前刻意扮丑 吸引流量 兜兜转转 这一切还是给他自己来买单 原本大好的前程 被自己一次次的浪费 在陈浩铭近30年的演艺生涯里 有过辉煌 也有坎坷 追求名利固然没错 可没有原则的追求 就会毁了自己